看見心聲你的心聲 我來聽聽大家好 我是今天台班主持人 立法議員 康提傑 慶祝大家身體健康 別面春風 走路有風 事業成功 萬事街頭 我是高雄秀金工 你現在的收聽是看到聯報 望看到心聲的節目 空中立法院檔案 這個節目可以收聽的頻率是 大台北地区收聽 全境公布電台 FM89.3 台中中華南島地区收聽 望春風公布電台 FM89.5 台南嘉義分寧收聽 加露公布電台 FM92.3 台南高雄冰冬收聽 快露公布電台 FM97.5 併用地区車收聽 風聲公布電台 FM91.3 今天節目裡面要和大家討論的是 數位發展不能停 台灣科技第一名 現在我們的數位發展部 唐鳳 唐部長 保長你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興第二次上這個節目 真的 很久了 我第一次和唐鳳部長 昨天你做政務委員打開市 對 七年前 七年前 所以時間在過七年 實在是很快 本來頭髮還沒有這麼白 現在白了很多根 很高興今天 唐鳳部長 第一件 先來講就是我們現在 前幾年前 過年前在說 紓困要發現金 我們全國所有民眾 當然那時候 我有概念就是 我們是不是有需要排富發現金 那時候我是說 第一排富啦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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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浴世 勒工 隔離的人 是不是可以發一萬 可能加碼 這樣 當然不然 國家決定是全部都發現金 六千 當然國民黨那時候就說 你們 不知道要過年前發 當然一些頂數不會有 今天 剛好 禮拜他在審特別醫生 要把特別醫生通過之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發現金的工作 發現金的工作 我想 全國是要怎麼發 以前在換 行政機關都很麻煩 有救 有的不就很難處理 現在發現有唐鳳部長的意義 數位部開始有公明了 要怎麼讓這個發現金發了更順 更利便 是不是請我們 部長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好 謝謝 我們在疫情期間 這一套系統最早應用是在教育部 當時就是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家裡有小孩的 每個小孩 那就發一萬塊給這個家長 當時就是教育部長 潘部長來找我 說用他們傳統的方式 是班導師還要發那個表下去 填表 填 還要核對那個什麼 存折 銀本 封面 什麼 當時疫情的時候 老師光是調整那個教學 就已經很累了 你還要他們去發這樣子聯絡部 還可能出錯 這個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幫忙設計了一套系統 它是三個方法 一個是說 你就把你的這個銀行帳號 放到我們的網頁上面去 這個網頁上它會去核對 這個帳號是不是你本人的 然後你再輸入你的小孩的健保卡號 就直接入帳了 這個叫做登記入帳 登記入帳 對 那第二個是說 那你就拿你自己的提款卡 到旁邊的可能超商裡面就有提款機 那你插進提款卡之後 一樣的你輸入你的小孩健保卡 直接就領現金出來 這個叫做ATM提款 提現 對 那第三個是說 那如果你既沒有銀行帳號 也沒有提款卡 那就是拿身份證 到附近的郵局 那個叫做零貴零線 零貴零線 對 那所以這套系統呢 我們是把它當做一個類似像公共建設這樣 不是指教育部做完了就收起來 沒有 之後勞動部的那個部分工時的一萬塊 也是用同一個系統發 所以現在呢 發六千塊 我們就用同樣的系統來發 那這樣子就不用重複的再去開發測試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上個月月底已經開發完了 現在就在等待這個立法院通過雨傘 我聽你說的這件很簡單 我們聽這名字 你要分析一下 我們部長當然 他們太天才的 都很簡單 其實你看看 這個行政作業 當時 郭佑部 要發弱勢兒童 如果他說 經過班導師 經過拿婆 經過這些行政典數 疫情期間是很麻煩 這一種 還要勞動部 你說勞動部 那時候勞工發現這個時候 那時候勞工發現 還有分一萬到三萬 當然一開始 是 有的人領三萬 很多人都沒有領 所以那時候也有人反應說 第一個 你們這個 我們勞工 補比較久 結果沒有領領 還叫新補的 給你三萬 對我沒有公平 後來我跟部長 有改 但是改了人還是沒有麻煩 但是總是有進步 以前的 早上的發三萬 早上的發三萬 後面的發一萬 當然就說 那時候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這個勞工 真的比較辛苦 政府要把它補助 你就想要發錢 要一個發去給頭 錢真的有更麻煩 所以 我們這個 唐鳳部長 那時候 阿北正部長 政委的時候 剛才有保證 用來勞工 保證 現在 賣花錢金 這又越龐大 對啊 就來幫財政部 來規劃這套系統 所以這套系統 這一次 跟上一次 有一個不一樣 就是說 如果是本來就已經有在領 像老人年金 或者是一些 中低收入戶 等等 國民年金等等 我們已經知道你的帳號 那甚至就主動 就匯到你的帳戶 連登記都不用 所以 真的 現在 你 這個工作 它不是說是 突破 傳統的 行政作業的工作 這個叫做 公共建設 對啦 這個公共建設 建設起來好 就是我們台灣 一個 軟體的 資料庫 這個建設 如果我們要發 不一樣的對象 對 我們都可以分門別 對 比如說 其實我本來 儲勝 就是排富發現金 那很麻煩 不知道要怎麼排富 不知道要怎麼發現金 但是部長 你的頭髮比較好 你用這個電腦系統 應該就辦法處理了吧 對 它就有點像是 繳稅的時候 按照你的這個 繳稅的急劇去分嘛 那以前的問題是說 好像 不知道切在哪裡 這邊是一萬塊 這邊完全不領呢 還是這邊六千 這邊八千 這邊九千之類 那以前呢 因為行政成本很高 就很難做這些事情 但是之後呢 就像委員說的 欸 你就比較容易去說 欸那這邊的 它是可能領一半 那在這邊的領權額等等 就不需要再去很多行政的麻煩這樣 嗯 所以喔 我原來算 很嚴重這頭的啦 就是說 我以前做過市場嘛 我做洪山市場 我們就是類似這種 只有發現金 中低收入戶啦 都是要造賊啦 對 都是要一個一個啦 都是要拿錢啦 都是要拿錢啦 回家啦 那真的喔 你想想想 這個行政作業 其實是耗費多少 公務員的人力 對 所以一後 我們 數位部 唐鳳部長 所代理的數位部 所建立的這一套的公共建設 我們把建立起來 一後 甚至一後 所有的主力 可以分門別的 對 要排付現金 發現金 排到什麼程度 對 要有什麼不同條件的屬性 我可以教你的屬性去發 沒錯 再來你要用登記 要用ATM 要去林貴 你都可以自己去決定 你就只要來我的系統登記就好 如果有的人都沒有登記 要怎麼辦 如果真的都沒有登記的話 我想就快要到時間的時候 還是會用方式去通知大家 但是像委員覺得要排付喔 是不是收到通知都不會去領 對 其實喔 當時我的主張是排付法以萬 當然現在是全部都只有六千 對 如果我自己覺得我沒想到而已 因為我覺得 就讓國家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這個不需要說 阿哥去領六千去和大家唱 了解 對啊 對啊 我之前三倍券五倍券 都是領到了捐出去嘛 捐給這個非營利益團體等等 不過我剛剛聽到委員說 這樣等於捐給國庫 對對對 對啊 那我也來響應委員 這樣我們加起來就一萬二 很好很好 對啊 其實喔 因為我覺得 我的想法是 其實 國家喔 應該是 發展經濟照顧助成 就是說 不管是國家治理也好 還是城市治理也好 發展經濟就是創造一個 比較好的環境 啊 這些 經濟 打拼的人 他自然就去打拼 其實你不用管他 環境也好 他自然就好了 照顧助成 就是說 我一直希望說 最底層的 最底層的只要拉上來 那就是上來了 那我們不斷地去拉最底層的上來 這個國家社會整體就會進步 非常 所以我其實很贊成 就是說 要怎麼幫助 我最近博物處 這幾年來 我現在開始在做 強勢團體跟弱勢團體的結合 要怎麼跟弱勢團體 我們能幫助他 就盡量幫助他 我現在也請我的秘書在整理 你像鄭德 有一個愛心廚房 佛教基金有一個愛心廚房 他愛心廚房 他放的是捐款箱 是自由樂捷的 你如果都沒錢 你就真的生活難口 你去那裡吃 你也不用管錢 就是說 你要讓 勞有所中 重有所用 又有所長 關寡 孤獨 廢棘者 皆有所養 包括吃 包括大 對 所以醫療 補加基金還有一個長照保險 這要花錢 要再貴 但是我也希望這個理想 醫療可以完成 真的 很棒大同 離運大同的這個理想 我們把弱勢團體 把他整體的 像 因為我一個老師 他就 有時候會跟我這樣講 我聽了也覺得 有一點難過 因為他 有個多層障礙的孩子 他一直說 如果我走了 我這孩子 不知道誰來照顧 你聽了就會覺得 有一點酸酸的 就說 要怎麼樣去 讓 真的是 沒有辦法 讓有人去照顧他的人 像前一陣子 我又看到那個新北市 新北市不是有一個 那個媽媽去世了 然後那個弱智的孩子 那個 失能的孩子 也跟著 沒吃就去世了 那剩下一個 失智的爸爸 陪著家裡 三個乾屍 對 你看了 真的是會鼻酸 你會覺得說 台灣的社會還會這樣 對 總是說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照顧 所以我一直覺得 不管是長照保險也好 不管是 如果你通通沒得吃 沒得住的時候 政府怎麼樣把 最弱的這個區塊 安全網 把它更加綿密 這非常重要 所以其實 數位部要建立的很多的資料 包括這個 對 那包括流浪漢 流浪漢有時候很好玩 你知道嗎 以前我當鳳山市長的時候 我們準備那個 那個流浪漢之家 那請他來 那你就可以有得吃有得住 那他就不要 就不要 很多人他就來了 你把他找 好不容易把他找來 住個一兩天 他要走了又不見了 哇 還習慣那個無家者的生活 對 當然就是說 這是他的思想 這是 他不願意在這裡被拘束 但是 不管如何 我政府 要把這個區塊做起來 對 你如果願意的話 政府可以照顧你 這個是將來 我們要做的很多的事 所以 我就覺得 蘇惠布 其實我這一陣子一直在想 蘇惠布到底在做什麼 我看國民黨的新聞 在幫我們 我就一直想 他們到底要做什麼 包括這個公共建設 包括要怎麼把這個分類分好 對 這應該是 沒有問題吧 當然沒有問題 而且其實行政成本高的時候 大家就只能就是公務員的時間 不夠用 他就只能每個人一視同仁 但是如果行政成本降低了 像委員剛講很重要的主動式的服務 就是按照他的需求主動去關懷 這樣子公務員才有時間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降低行政成本無形之中 也是讓這種主動式的服務 變成更容易的來取得 那這個不管在長照 在您提到無家者等等 這些數位部都可以來幫忙 很好 所以我現在要重重跟你拜託這件事 沒問題 沒問題 我上午才從那個高齡的 國科會的高齡會議來 他們也是提到說 很多社區照顧長輩的 這些老師 他自己也需要 就是受到國家很多的關懷 為什麼 因為他很多工作 花在行政啊 和銷啊 訪視啊 等等的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這些系統 全部都數位幫他解決掉 然後呢 你給他一個AI來幫忙 那等於他接長輩的電話 如果好比像說 那個長輩他用台語啊 或者是客家話 或其他的台灣的語言 那這個老師像我這樣 就是聽都聽得懂 講的不是很熟練 那這樣的話 說不定AI 也可以把我現在講的話 即時翻成台語 這樣子行政成本就減低啦 對啊 把騙人的那個伎倆 弄到比較正圖上面 對對對 對啊 這個其實 講到這個應該那個 部長給我們同那個觀眾 一個概念 這個應該要教大家一下 嗯 我有朋友 去接到電話 他說 欸 阿姨啊 我是什麼人 我現在欠多少錢 你就可以 那這個阿姨聽到 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 他沒有音樂啊 嗯 所以他就相信嘛 對啊 啊相信了就 啊現在 啊不然就是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一個 進行作為立委 我不要說什麼 靠一個朋友 啊我現在 某一個立委 我現在 欠20萬 你可以給我賣20萬來嗎 那這個朋友聽到 這完全是他的聲音 對啊 這個很會被騙的 很多人被騙的 嗯 上次部長 你跟他說 拜託你跟我們的 聽到朋友介紹一下 這是怎麼來的 我們要怎麼移行 對啊 就是現在啊 我剛剛講到的AI 是好的應用嘛 就是他聽我講華語 然後即時用我的聲音 就用台語合成出去 嗯 但是其實呢 呃我在就是公眾接受 訪問他有很多的聲音 所以意思就是說 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技術 嗯 他講話但是套上唐風的聲音 嗯 來騙人 所以現在呢這種我們叫做 深度偽造 D-Fake 包含偽造照片啊 偽造講的話的聲音啊等等 這個現在很成熟 嗯 所以呢有什麼東西比較難偽 欸我打電話給你我發話的這個號碼 嗯 就比較難偽造 嗯 因為這個需要我的手機 才用這個電話打給你嘛 嗯 所以現在就是民間啊 已經有開發出很多 反詐騙的一些軟體啊 嗯 像趨勢科技有個防詐達人啊 有個who's code啊等等 那如果手機上有裝這些軟體的話 他就第一時間會告訴你說 雖然這個聽起來很像唐鳳 但這就不是唐鳳的手機 而且他今天已經打給600個人了 這個一定就是詐騙喔 我跟你講 所以其實今天 要讓我們聽見朋友知道 蘇衛部主要有兩件事 其實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 就是剛才我們在說的 要怎麼建立這個 軟體的公共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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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 讓我們的政府可以減少很多行政的花費 要可以花很多時間和精神 來做對我們民眾有意義的工作 對 所以這項是很重要 第二項 其實我本來是待來要說 剛才說到那個AI聲音 我剛好想到就是說 第二項要怎麼顧安全 對 資料安全 對 防詐騙 這些 這些 減少駭客入侵 這些 這些也是蘇衛部一個很重要的 對 所以這兩種 讓我們聽眾沒有了解 蘇衛部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待會兒要公告一下 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 再請唐鳳部長再跟我們說 另外這部分 防詐騙 安全 剛才我要拜託你的事 還沒說好 待會兒再補充一下 讓我們部長跟我們說更清楚 也讓我們聽眾朋友知道 蘇衛部 真的 不是國民黨所說的蘇衛部 蘇衛部真的可以替我們國家 做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歡迎各位回來 這部現場 我是今天去台班主持人 高雄秀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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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有時間來我們開兜電台 我叫FB以及我們蘇衛部的FB 給我們示範 這位替台灣加油 我們的台灣數位發展不能停 台灣科技第一名 今天訪問的是我們數位發展部 我們的唐鳳部長 保長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這樣越來越高於數位部 謝謝外員 謝謝 因為 剛才說到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減少公共建設 減少很多公務員 要做很多 很煩 很激 很激 很基層 那些資料 對 這在蘇衛部我都做 當然我現在有一個 希望 我想要去結合很多 共生團體跟肉生團體 當然共生團體跟肉生團體要分 就說 其實肉生團體還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你像 我曾幾天去參加一個老人 福利 關懷協會 他是全國生的 他都幫助十方老人 我們知道嗎 很趣的 對啊 十方老人還有兩種 其中很散散 其中很好 他做興趣 不是 他那個 可能就是 有時候 反正 這是他的偏執吧 是 還是怎麼樣 有一些十方老人 你看每天扣扣著 被推著一個十方車 然後就撿破爛了 對啊 我們 鳳山就有一位 他家裡是很有錢的 是 那還有另外一位 是賣水果的老人 他都去那個 鳳龍市場 撿一些人家不要的水果 他也撿出水果裡面 去裝那個 用手把他擰成果汁 裝成瓶 哇 這也醜蔬果汁很厲害 格外農品 然後 不管你買不買 你給我摩托車停在那裡 他就拿那個 放在你的那個菜欄上 就說 啊這個兩瓶三瓶一百塊 啊那個 長輩也很有錢 好 那個每個人有 每個人的 不同的特性 就五花五花十星嘛 對啊 啊但是有一些 實惠老人 就真的很辛苦 他真的是靠這個維生 那每天 真的是靠著被推著車 那你看了很辛苦 那這是一部分 那他現在有一個想法 他說欸 最近他已經開始要去做修善 房屋修善的工作 就有一些長輩啦 甚至獨居長輩 在家裡的廁所漏水 嗯 家裡哪裡有問題 好房子 那 每一次你要動一個小土木 可能要花個一二十萬 嗯 但是 他們也願意 來幫助這樣子一個獨居長輩的 家裡的修善 嗯 所以有很多種 那個弱勢啦 需求 那個有太多種 然後其實好 我在走獅子會 扶人社 啊 那清商 嗯 捷人會 那統計會 哇 有很多強勢的團體 嗯 其實我去走會覺得蠻高興的 就是說 我最近跟他們說 我的座右銘齁 就是強壯自己 幫助別人獲得快樂 太好了 嗯 那你們這些強勢團體 都要強壯你們的自己 把你們的事業做好 嗯 那你們能夠來幫助別人 這也就是生命的意義 對啊 所以我 現在想要做越多 這樣的結合的工作 嗯 拜託 部長給我想一下 看有什麼軟體 可以看 要跟我這樣做結合 啊其實我可以 我希望去結合更多的人 這樣子的互助 對 那讓更多的強勢 他去幫助更多的弱勢 那整個弱勢的提升 讓我們社會可以 強壯自己 幫助別人獲得快樂 而且我還跟慈善團體講說 你們幫助很多弱勢團體 你除了幫助他的物質 跟金錢之外 我是建議 你把這個概念也要傳給他 對啊 因為我今天幫助你是物質 是金錢 但是我不希望永遠用這種角色 去幫助你 也不希望你永遠是這個角色 嗯 我們希望說今天幫助你是一時的 也希望你能夠去強壯你自己 將來你成長了強壯了 你可以去幫助別人 這整個社會的翻轉 那個意義才會更大 對啊這個真的 我很有感 之前大家有看到說 像那個油庫口面線啊 這些比較小的商家嘛 那他透過我們的雲氏集 用到了很多簡化他的 也是行政作業啊 對不對 他的那個發票啊 統計核銷 人資排班什麼的 但後來我們就發現 很多的慈善團體 也有這種需求 可能更有這種需求 因為他們行政員沒有那麼多 很多人是志工 或者是部分時間來幫忙的 所以我就特別要求我們的產業署說 不能只幫中小企業 也要幫中小事業 特別是公益事業 不管他是合作組織 還是其他型態 只要他用得到這些軟體 我們更應該去幫他們忙 那這個也是我們輸業部很重要 我們叫公益創新啊 所以接下來應該有很多可以合作 因為他這個很繁雜的 對 我自己在用我的小小的 那個iPhone整理 很困難 比如說他一個人有很多不一樣的角色 他在獅子會也是 他在福人社也是 他在慈善團體也是 你要做他可能有很多種不同的屬性 然後他要幫助的人呢 比如說他要幫助 有的人要幫助十方老人 有的人要幫助那個關懷的老人 那個獨居的老人 對 有的人覺得說他要去老人共餐 他有可能要抓福利這部分 所以大家都是不一樣的生活 有點像需要一個地圖 大家都知道說哪些地方有需求 哪些地方大家可以幫忙 然後又都會重疊 這地圖跟地圖都會重疊 所以我自己做資料很亂 這沒問題啊這個我們來幫忙 好拜託拜託 這要讓我們小時候來打招 我覺得我們可以讓社會 扣越多人這樣來幫助 對 這個社會一定如何 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事情拜託你 給我想一下 我們小時候來做 好啊 我們特別照顧長輩高齡這個 我們這個責務旁邊 感謝 再來就是說 書法部 書法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剛剛我們說到 防詐騙集團 對 跟安全把關 他剛才那個AI模擬 你可以說比較清楚 有時候我們的民眾 可能不一定知道 你說的是怎樣 他是怎樣把我們做出來 怎樣把我們騙 怎樣叫我們騙他 對 好我剛剛講的是說 像我現在講話 我就留在像YouTube上面 這個就是我的聲紋 好像指紋一樣 是 那現在的AI就是說 他可以把 AI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可以說 好比如說你現在一幅畫 然後呢 他畫得很漂亮嘛 然後你拿另外一個畫家的畫 就告訴他說 你要用 泛骨的方式 來臨摹這幅畫 他的那個風格 就變成第二個畫家的 所以在聲音上也是一樣 可以變成說 委員剛剛講的畫 但是換成唐鳳的語調 再講一次 聽起來就好像我在講話了 他可以 對 你講話的聲調 對 但是內容完全是你的 就是說 你講話的聲調 講話的速度 講話的口氣 對 他用人工智慧 就把你學起來了 對 你要放什麼內容 包括我講話的內容 包括電視在報新聞的內容 我就把這個內容 輸入 他剛才你講話的模式 合成進去 他就用你說話的模式來播出 對 對 所以他剛才我說的那個詐騙集團 就是說 他會用唐鳳的聲 用許智傑的聲 嗯 現在去找唐鳳的 親情 對 還是許智傑的好朋友 對 對 對 啊 啊 他剛才有一個重點 有一個重點 因為唐鳳部長有說 他的電話 那盒位是不容易改的 對 沒辦法偽造 對 對 所以你如果聽到這種聲 我那兩個朋友都這樣 再來 那個阿姨 我現在改電話 我什麼人 阿姨 我那個 許智傑 我唐鳳 我現在改電話 啊你聽到這就是唸的聲 你又說你改電話 嗯 以後你就用這支電話 給他聯絡就好 你剛才去找唸的 對阿 所以只要他說 他改號碼 大概都是詐騙 對 對 所以我們聽到朋友 你有聽到齁 你如果聽到 你很親近的朋友 對 或是你的親情 你說他改電話 要跟你找錢 對 差不多就是用AI 去模擬他的聲 對 阿 又你說他改電話 你又相信 對 錢就去找唸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跟他說 欸那不然我們約在什麼地方見面啊 或者是就跟他多聊一聊啦 那他就會發現說 欸好像沒有騙到你 他就去騙別人了啦 因為他們這個都是 一下子就可以打幾百通電話 所以你只要 讓他覺得你起疑心 他也不會跟你糾纏 他就跑去騙別人了 他也沒時間跟你在那裡糾 他可以騙別人趕快騙 對對對 所以 要跟聽到朋友真的這支 因為我很多朋友叫騙 對啊 我覺得這段時間 有一個新住民 女生 他跟他老公說去騙六十萬 哎唷 你聽到就這樣 欺負到要死 對啊 還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 他說他孫子都叫他阿久 我剛才說了 就是他說 他也去騙三十萬 另外一個立委 現在沒做了 他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叫這個立委 那個模擬的 人工智慧的聲 對 騙二十萬 哎唷 我跟他聽到 過來的案例 都是這個模式 對 所以跟聽眾朋友說 你如果聽到 你們 聲 完全 一模一樣 聲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 說他改變了 差不多就是雜片 差不多就是雜片了 你就多問他幾句 他就去騙別人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說這個部分 真的書法部 書衛部 很重要 要怎麼來 提升我們的 個人資料保護 對 這是書衛部 非常非常重要 對 像剛才講到說 如果有些人有裝一個 像who's call 或者其他的 你就算他去騙別人 他沒有騙倒你 你打完電話 他也會冒出一個說 剛剛那個是不是詐騙 那你只要 告訴你的那個手機上面 像who's call 說這個是詐騙 而且他怎麼怎麼樣 你就會警告下一個人 這樣子他在打給下一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還沒接起來 就會先看到說 上一個人已經被試著騙過了 那所以像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是聯防 就是大家加在一起 防止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在台灣呢 我們很多人是很願意去檢舉 包含什麼停車之類的 對 那所以電話詐騙 也是可以透過檢舉這個方式 來一起讓這個 不管是警方啊 還是我們數位部啊 可以更快的知道說 現在就是這群人在動作 這樣 他這個who's call 我聽到就沒有報告 可能你這樣說 大家聽不懂 who's call 是一種軟體 對 比如說我的手機是iPhone 還是我的手機是Samsung 我就掙一個who's call 的軟體 然後我的手機 who's call 就是什麼人卡電話 就叫who's call 對啦 啊這個手機啊 我只有掙這個軟體 它卡來的 有可能是銀行的電話 他也會給你顯示銀行電話 有可能是那個 比如說 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卡 他也會給你顯示是高雄市政府 對 有可能 這電話 我還會有的是 叫做一接機掛 對對對 一接機掛 就是騷擾電話 這個就是騷擾電話 對對對 就說啊你 所以我看到 我怎麼有爭 對 或是說這個 看到這個是騷擾電話 我就沒有要吃了 就不用浪費時間 一接機掛你吃要做什麼 對對對 啊當然 他剛才 部長說的 他如果詐騙電話 我who's call 會怎麼顯示 對 他就會顯示說 前面有多少人 已經回報這是詐騙 哦 好比想說 這支電話打過來 前面已經有十幾二十個人 百分之多少 九十的人 都說這是詐騙 你看到就知道是詐騙 我自己還沒有空位 所以你還沒有 我們可以呼籲一下 詐騙集團打打開 不用不用不用 所以就是說 現在這個who's call 那個功能 應該不錯 對應該是不錯 所以我們的 給我們的 聽眾朋友 尤其是中部 尤其是中部 要叫你的孩子 幫你爭這個軟體 對 還有另外一個 我其實是希望說 我們的社會部 是不是可以說 因為我剛才有一個 譬如說 在照顧 中華電信 有一個要照顧 低收入負 還是中部的一個方案 嗯嗯嗯嗯 好 我們有機會 跟補助經費 給他 就是說 因為who's call 你要叫中部自己爭 嗯 不容易 有的不折 包括我們在聽眾朋友 有可能 也有的人 不知道什麼是who's call 啊 是不是可以說 沒有我們整個 保護電信公司 對 啊 比如說他有付費電話 跟免付費嘛 對 啊你比如說付費是 五十塊好了 對 五十塊我付給你 啊你 都幫我中部 主動你在做中部 還是做弱勢的後部的時候 你幫我主動把他加起來 這樣就有機會了 就是這樣 因為最近那個行政院 包含我們院長副院長 還有羅秉承政委 都要我們數位部來研究說 怎麼樣子可以免費的 讓大家不用特別付錢 甚至也不用特別裝 對 等於你辦好一個電信門號 他就把你整理了 裡面就已經有這種軟體了 對啦 這個我們現在正在規劃 應該很快 明年 最慢最慢明年 應該可以想辦法上路 那如果可以更快的話 看哪家電信商 願意搶先響應 我們就提早到今年 好所以 要再聽前面 表哥你看 我們唐峰部長說了 就聽到了 就是說 這種的 我們很多中部人都會被騙 這樣 要怎麼來設計 在我們的電費裡面 可以減少我們中部 將騙去的機會 對 我們政府來出錢 這樣 因為中部有時候 真的沒有 你要叫他 他時候不知道要買 不是賣的 對 但是我們整個買給他 當然大部的買比較便宜 可以這樣補給我們中部的防炸片 好像團購而已 對 團購嘛 這有可能 今年應該會完成嗎 我們現在就是整個行政院 還在討論每個部會的方案 對 那但是如果可以提早到今年的話 我自己是非常願意 對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你要看 所以 我再強調一次 蘇惠布是有做事情 對 像這個事情 可能很多中部 我們趕快做到完成 對 我相信完成後 中部知道說 我們 吹的就是蘇惠布 欸 我們很多人 找我詐騙騙錢 騙到要去死 欸 啊 如果可以這個 可以完成這個製造 我就比較不用 欸 比較不用去用騙錢 那就差多少了 對啊 大家就比較安心啊 對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長輩喔 他數位工具用的不多 不是只是他不會用 是有的時候他就覺得說 欸好像不太安心 還是面對面臨軌 比較安心 像那個時候 疫情的時候不是可以用ATM嗎 那ATM領錢啊 這個都可以嘛 那但是呢 我就那個真的很多 我們這個家的長輩啊 還有他們朋友啊 都說他們就是都不太會去用ATM 為什麼 因為怕打錯一個字 錢就不見了 他寧可去郵局 因為郵局櫃台還會幫他確認 對沒問題 對 所以一方面當然我們一定要保留郵局零櫃 但是二方面就是我們要投資很多 到確保說像ATM啊或者手機啊 都要是完全是安全 這樣大家才會放心 對對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好大工程 對對對真的是 所以就是 我聽你這樣說 我就覺得這樣算真的功不可沒啦 謝謝 真的很多人很怕去進去 錢就沒了 對啊 還是說靠電話轉個東西 錢沒了 對啊 那我聽說接個電話而已 不知道說多久而已 那丈夫就叫我領多少個了 對啊 所以詐騙其實真的是科技詐騙 要科技預防 沒錯沒錯 沒錯 所以科技預防 就需要數位部 對 很辛苦的來研究 真的要怎麼補給我們來佩服 對啊 真的行 我們之前像那個前幾年啊 很多長輩第一次上網 因為499吃到飽了 然後就看到很多圖片影片啊 然後呢那時候很多長輩就學到 有一個字叫P圖 P圖就是說 把不是那個人的臉啊 或者那個人的出現的樣子 放到一個場合裡 所以呢 常常就那種謠言圖會傳嘛 說誰又去哪裡 怎麼怎麼樣 其實沒有這件事是P圖上去 移花接木這樣 那現在過了兩三年 大部分長輩都知道有P圖這件事情 不會信以為真 那像委員剛剛講到是P聲音啊 這個現在就是大家知道有這件事情 過一陣子就比較沒有那麼容易被騙 所以喔 就是說喔 最要跟聽眾名字報告 現在我們沒有學到兩項東西 第一 軟體的公共建設 可以幫助政府做很多 很直接不用花那麼多行政的工作 第二 防詐騙很重要 要怎麼讓我們中部不要騙他 我們的社會外部現在都在研究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 沒有辦法說做一個靈工 再拜託部長來 再跟我們聽眾名字 分享更多的 我相信你們會發現說 社會部對我們生活 對我們有很多幫忙 我們繼續來期待 繼續來努力 今天感謝我們的唐鳳唐部長 再一次來謝謝部長 真的感謝 謝謝謝謝委員 謝謝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我們會在拜空中再會 拜拜